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前面刚学了一个关键字 叫做静态的static关键字 对不对 它可以修饰成员属性 也可以修饰成员方法 对吧 具体的细节 咱们在上里头都详细的介绍过了 希望大家能掌握 这是一个重点掌握的内容 这节课咱们就得利用关键字 咱们来学习一种设计模式 对吧 那在学习设计模式之前 这个单单设计模式之前 咱们先了解什么叫做设计模式 听懂吗 那什么是设计模式呢 分设计 还有把它形成一种模式 就是一种可以参考的 设计模式的概念是这意思 就是为完成某一特定的功能的 什么最好的这种固定的方法 给我们参考的 为完成某一特定功能的 最好的那个方法 就是一种模式 那下次你再做这个功能 你是不是就不用动脑想了 直接参考这个模式 就能完成这个功能了 是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学加好程序里边 一共有23种模式 那基本上都是需要掌握的 那在学PRP的时候 你不用掌握那么多 比如说像咱们今天学的单态设计模式 也叫单立设计模式 也叫单件设计模式 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我习惯把它叫做单态设计模式 听懂吗 其实叫做单立设计模式 更好理解一些 那其实设计模式 一些是系统规定好的那些传统的设计模式 其实你把完成某些特定功能 最好的方法也可以规定的模式 对吧 比如说后边妹子 你写一个有情链接 一个功能模块 对吧 你觉得你把这个代码发挥的都非常好了 对不对 那下次你在做有情链接的时候 或者让别人去写有情链接的时候 是不是参考你的就可以了 那你写的有情链接 是不是就是一个模式 对吧 当然了这个呢 有情链接是可以多种方式 是不是都可以完成的 其实不叫模式 但是可以管它看着的模式 听懂吧 所以所谓的设计模式 就是固定的方法 也就是以前的程序员 完成这功能 写过的这功能 总结出来的一个非常精简的东西 或者官方总结出来的 然后咱们来参考 这就是设计模式 对吧 而单态的设计模式中 只是众多模式中的一种 后边咱们还会接触什么 像工厂模式 对吧 观察者模式 MVC模式 对吧 这些都叫设计模式 只是咱们呢 这节课第一个接触设计模式 咱们先接触一个单态设计模式 真的吗 不要把模式看得太死了 对不对 好多自己好的代码都可以走成模式 这设计模式就跟咱们下棋的棋谱一样 要想破解固定的棋局 就有固定的一个棋谱 给你指挥的 对不对 参考棋谱就能破这个棋局 就这意思 对吧 那什么是单态设计模式呢 这是这些课堂讲的重点 对不对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 对于咱们前面刚写过的这个程序 把它招修改一下 这是刚才那笔记 这个属性 我都不要了 重新设计一个 好吧 对于这个类 对吧 不管里边现在有没有成员 假如他想象成里边有谁成员 我现在指这么一写 对不对 所以一个P等于New Process 现在我连续创建100个对象 假如说这是100个对象 你想象一下 内存里边是不是开辟了100个空间 对吧 而有的时候 我们在做程序的时候 只需要用到这个类的一个对象就够用了 不需要用它多了 对吧 明白这意思吗 一个对象够用了 够用了 只要是这一个对象 他里边有成员的方法 比如说我有一个手机就够了 对不对 我没有必要是 我拿着几百个手机再用 对不对 对吧 只要拿着这一个手机 就可以够我打电话用了 对不对 所以程序也一样的 有的时候这个类 是不需要的创建作用对象的 那都说了 那这个咱们 注意一下不就完了吗 什么叫注意一下 说这个类有声音对象了 我前面就找声音过来就用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咱们现在学习的时候 你代码都是很短的 对吧 那将来工作的时候呢 有可能是代码 每一个文件代码有几千行 对吧 而且呢 有可能说这一个程序 一个脚本 由十多个人来写 因为团队去写项目 对不对 是不是都有可能啊 那比如说 咱们这一个程序 比如妹子咱们两个来写的 对不对 那我创建一个对象 比如配上对象 用完里边属于方法 对不对 然后你来扩充功能的时候 你不一定知道我创建完这个对象吧 对不对 那你还得通用一遍代码才能找到这个 对不对 那一般的呢 假设你要是改别人代码的时候 或者我改别人代码的时候 通常都不想 需要哪个对象中的方法来完成我的功能 上来想到的第一件事 先创建对象再用 而明明这些对象前面创建过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会 无形当中 多这一类就多创建出很多个对象 而创建对象需要耗时 对吧 那存储内存是不是也需要加载啊 对不对 这些都是一种浪费 听什么 那怎么能控制这个 我们就 目的就是什么 所以这种 单一态 也叫做什么 也叫做单力 也叫做单价啊 对不对 这种设计模式 就是为了解决咱们这个现象 让一个类只能创建一个对象 创建第二对象的方式 只能创建一个 这就叫只有一个是不是单呢 所以叫单力 也叫单价 或者叫单态 这很理解吧 后边咱们在设计框架的时候 用的是非常经常用的 比如说咱们做一个类去连接数据库 但是大家还没学过啊 那 比如说我如果不用单态的话 创建最像比如连接一次数据库 对不对 那明明连接一次就够了 对不对 那我连接了十多次 有可能一个胶本下来 对吧 而单态设计模式呢 如果跟当然别的语言也非常实 经常用到这种模式 对不对 但是呢 最适合P2P用 适合P2P使用这个设计模式 为什么P2P是适合什么 P2P是脚本 对不对 一个脚本 不管它中间包含多少文件 从上到结尾 再一次保论 只需要一个对象就够了 对吧 所以这种脚本式的语言 特别适合使用单件设计模式 这样的话 咱能节省创建对象浪位的耗时 也能节省内存的存储 对吧 都是优点 那咱就来看一下这个模式 既然是一个设计模式了 咱就不用动脑想了 说我怎么能控制一个类 有一个 只能有一个对象 对不对 咱不用动脑想 参考模式 这个模式就是干这活的 对吧 所以你多进一些模式 那有些固定共同 就自然就会了 是不是这意思 那看一下 咱们看这个模式是怎么强调的 现在咱看一下 是不是有多个对象 我这会写个吸购方法 C-O-N-S-T-R-U-C-T 这构造方法对不对 我说是不是写吸购方法 比如说D-E-S-T-R-U-C-T 是不是吸购方法 对吧 我这会输出 一行几个号 换行 吸购方法 什么时候自动调邀 是不是对象在释放之前 最后一个自动调的方法 对吧 那吸购方法调几次 说明有几个对象被释放 是不是这样的 现在我创建这么多对象 这些对象是不是都会被释放了 来我们放过一下 TES-PCP 看一下 是不是答应是这么多警号 那说明什么 说明有这么多次对象释放 所以说默认这种是可以认识出对象的 对吧 那我们现在要考虑第一个问题 怎么设计单态模式 怎么写出单态模式 第一点 如果想让一个类 怎么的 只能 只能有一个对象 就要先 让这个类 不能创建对象 怎么能控制一个类 在外面不能创建对象 很简单 我们呢 将 构造 方法 怎么的 私有化 比如说这块 PIVT Faction 杠杠 西红 天然游戏 是不是这样吧 构造方法 虽然我里边什么也没写 对吧 但是我前面是加上私有的了 那构造方法什么时候自动要用的 是不是创建完对象之后 创建完对象之后 第一个自动调的方法 用来吃乳化用的 对吧 现在我 什么了 是不是私有了 那创建对象 第一个自动调 我一看私有能调得了吗 调不了 所以呢 现在在外边怎么的 就创建不了对象 是不是答案了这目的了 那外边创建不了对象 对象内部能不能创建这个对象 是不可以 对象内部是可以创建这个对象吗 可以调用的各种方法的 所以他可以写个方法 比如说 get obg 谁边写个方法 看到了 对不对 这里边创建一个obg等于又一个person 是不是这个 自己里边是不是可以 然后再返回道路和obg 是不是就行了 我只要一调用的方法 这里边是不是可以调用它 对吧 但是 还有一个问题 行不行 第二个 就是什么 可以在 类的 内部 使用一个方法 来 创建 对象 是不是可以在类中 写个方法来创建对象 对吧 那 现在也在类中 使用方法 是创建对象 但是这个方法 在外边是不是也得必须有对象来创建对象 对吧 而 外边又创建不了对象 那怎么样外边没有对象的情况下 就能调用这个方法呢 类名 对 类名 那类名怎么直接能调用这方法呢 对 因为什么 标成静态的 是不是用类名就可以调用了 对不对 所以说 可以在类中使用一个什么 静态 方法来创建对象 看到了吗 现在我就可以 又是不可能的了 在外边对不对 所以 这话可以怎么的 wp等于什么 是不是可以person 冒号冒号 get ob 接 要这方法能够反映地下 对吧 然后里边比如说有个功能方法 里边假如说有个说话的方法 假如说对不对 我这话 I 你看 这假如是一个功能 对吧 现在你看 如果是能创建对象的话 wp 里边能不能调SY的方法 是不可以 好 我们试试 是不是可以调内外 一个对象是吧 但是我们现在这么多 我连续创建这个100个 调了100次 你想想 这里边 是不是拗了100次 是不是也有100个对象 对吧 所以 所以还是会有多个警号数中 还会有什么意思 是不是还是说明有多对象会释放了 跟刚才咱们直接创建没什么区别 对不对 所以咱们又用到了静态属性 静态属性能要多中间雇用一个成员 所以我这样去做 在这话 声明一个属性 doll for obj sdl 这话吃 sttnc静态的属性 默认量的等于空 办法吗 对吧 那直接等对象不行吗 这里边不能直接拗 属性中不能直接拗对象 不知 听懂吗 所以不能直接变成拗 所以我直接等于空 行吧 是不是静态属性 那静态成员里边能不能反过那静态属性 静态属性是不是多多对象还共用的 那属性中是不是只有一半 对吧 所以呢 这都是静态用到的原因 在这里边我们可以干嘛 判断一下 如果 谁呀 self sttl of obj 判断它什么呢 as sdl 如果它是空的 我们在掉地方法的时候就干嘛 对 如果是空的 我们就创建对象给它 然后再反回这个对象 看一下 如果它不是你看如果它是空的 是不是说明它没有它没有人反过掉这方法了 那掉一次是不给它附上对象了 你有看到那对象 那如果这个静态的假如在第二次掉那个时候 是不是它就不是空的了 不是空的是不是直接反过它 那当中是不是有一半 现在你看 我同样的下边这么多对象 跟刚才一样 你看有几个解号的 是不是这个 所以现在做没做到 我现在要想用这个类里边的说话方法 我就得用这个类的对象 是这意思吧 但是呢 我要想用这个类的对象 我就必须得通过它的方法能获取对象 而通过这个方法 不管你获取多少次 内存中是不是只有一个对象 是不是做到了单例 你要单胎 对吧 这儿帮我们改上赛物 好多什么 赛物不带自己 别带过自己吗 对啊 很累吗 你要直接写了名的话 内一改不就直接改了吗 就用赛物就行了 能力也这么对吧 这就是单胎 这话我一写入室 如果第一次 调用时 怎么的 没有对象 对吧 则创建 以后调用时 直接使用 第一次 创建 则创建 这现在咱们就做出了单胎设定模式 把这模式记好 以后没得打扎我 你做程序 我说控制这一个类只能有一个对象 你是不是按照这种模式 你就可以写得出来了 都不用动当想 对不对 不用想 我怎么能让它限制一个对象 有模式可以参考 这就叫设计模式 好看 搭了很多人还有其他的实验方法 这无所谓了 总之这是一种模式就就够了 好吧 单胎模式是咱们皮尔皮特经常用到的 对吧 当然你要是不用它我能写程序 可以只不过多个对象 对不对 但是那程序的代码不好 而如果用上单胎模式的话 控制一个对象了 既效率提高了 你又能省内存进入公约了 对不对 是不会更好 所以好多人不会去做一些模式 就是为了出现结果 那样是不太好的 所以大家要多学习一些设计模式的概念 好吧 好 这节课咱们就介绍到这里 这节课咱们主要去介绍一个什么 单胎设计模式 好 谢谢大家 那你可以参考课件把这个设计模式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写的一样 只不过这里边咱们用数据库连接的 那个例子的说的 对吧 当然还没选择数据库 你要跟课上写的那个就可以了 好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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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